被警方逮捕神情煥散 他就是十三號凌晨疑似獨駕 撞死無辜遠景的黃姓男子 他不但前科累累 甚至還捅出不少樓子 今年四月他和前妻在車上吵架 導致對方不但氣得在台六四高架橋下車 甚至還衰落五層樓高橋面 當場相撞不治 事隔一個多月和朋友一群人 當街遭到攔截圍捕 警方還拔槍戒備 這才順利控制現場 場面一度緊張到極點 全是因為當時黃姓男子 帶柴刀和球棒在路邊和朋友談判 店家擔心會發生衝突 這才立刻報警處理 七月初同樣又是他 這一回打赤博露出上半身刺青 深夜在上弄裡揮舞西瓜刀 發現被關切後竟然跳上車逃給警察追 甚至還把刀蟹丟到淡水河 黑歷史慶竹男書除了是警方列管治安顧慮人口 更難當地成了頭痛人物 多次進警局卻都學不乖 注下大錯 三月初陳翔新疑新北暢報道